这是日本1933年研发的无线遥控坦克 通过控制台上的20干扭 可以操纵的坦克前进后退和转向 并能完成炮塔的旋转射击以及投类工作 它的原理和今天的弯具车一样 是通过无线电来传送控制信号 但在二战区是少数国家在掌握的黑科技 后来日军将炮塔改为了炸药投放装置 以实现远程爆破的目的 像松户战这样大型的城市战役 因为怕伤到租界里的西方列强 日军始终不敢使用重武器 全靠人民一接一道地往前推 假如使用遥控坦克 日军便能以极低的代价 精确地爆破防御攻势 迅速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 幸亏到央战结束 日本的遥控坦克仍停留在失职阶段 并不像德国或苏联那样 真正地投入到实战中 唐朝年间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后 成为了历代军事家的必读经典 武田信玄德川家康等人 更是将其奉为神书 这是基于书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思想 清华日军十分注重侦察工作 每逢开战必先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情报 除了传统的间谍特务 日军也将许多高科技 应用到了侦察工作中 30年代日军首次把红外夜视仪 安到了6米高的双筒望远镜上 后期经过改良可看清 两公里内的地形起伏 以及800米内的敌人 比美国的夜视仪还先进 但日军仅把这项技术用于侦察 1945年美军攻打冲绳岛时 首次将红外夜视仪装备到了枪炮上 频繁发起夜视的日军 经常连目标都找不到 便糊里糊涂送了命 外战期间 无线电台是战场上主要的通信方式 日军常通过搜索频率 窃听对手电台获取军事秘密 但重要的情报 均使用了复杂的加密技术 破译起来很难 所以日军也研发了一种新的侦察设备 其通过无线电侦测技术 能判断出对手的位置和参战规模 在1940年的隋藻会战中 中国军队经营暴露了指挥所的位置 被日军团团为助 一代名将张子忠也不幸牺牲 雷达尚未发明前 各国主要通过声音探测敌机 以日本1930年研制的声学定位器为例 每当敌机来袭时 它四个巨大的喇叭 通过空中的引擎噪音 能辨别出飞机具体的范围和高度 说简单点 就是一个大型的助听器 火炮作为威力强大的远程武器 自14世纪后 便慢慢取代了古老的投尸机 成为了各国军队功臣拔债的看家利器 1905年 日本仿照德国克鲁伯公司的设计 山寨出了38式野战炮 到30年代 它的信念已经过时 但拿来对付贫弱的中国人绰绰有余 加之多次改良 这个老古董一直是清华日军的主力武器 1930年 日本采用法国先进技术 制造了火力更强 射程更远的90式野战炮 但1.6吨的炮架 加上炮弹 重量几乎是38式的两个倍 至少需要6匹罗马才拉得动 加之牵引的机动车辆不足 所以很少用于实战 不过技术的积累终究会带来回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装备了穿甲弹的90式野战炮 是少数能在500米外 击破美军谢尔曼坦克的武器 冲绳岛战役中 日军靠着这个反坦克神器 在条公路上足足守了两星期 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伤亡 19世纪后 火炮技术日新月异 但成倍增长的火力带来了笨重的体积 即使造出了大口径的巨炮 也很难运输到前线作战 此时列车炮便孕运而生了 最有名的要数德国 1942年研发的古斯塔夫列车炮 重达1300吨的它 依托着铁路快速机动 其800毫米的口径 能将7吨的弹药投射到47公里外 可为是恶战的终极火炮 而在1938年日军占领东北后 为了繁范苏联 曾以法国加农炮为基础 造过一艘威力巨大的列车炮 它用240毫米的口径射程达52公里 能将炮弹打到15000米的高空 堪称日本关东军的镇山法宝 然1945年苏军逼近东北时 这艘列车炮正在拆解保养 因此一炮未发 成为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军事秘文 20世纪初期 奈阳基的问世开启了近代武器的新篇章 1917年英国和德国率先把坦克 投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此后日本奋起直追 于1927年研制出了第一辆国产轻型坦克 尽管它皮包火力差 但仍被作为主力战车在中国横行一时 当时日本还研制出了九一式重型坦克 但装甲太厚速度太慢 很难适应中国复杂的地形 所以从未投入到实战中 1933年日本参照英国的威克斯战车 仿制出了第一辆水陆两用坦克 其后部装有螺旋桨推进器 以提供幅度式的动力 不过这种两栖坦克 到俄战后期才开始量产 纵观各国坦克 速度和防护永远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像英国是要速度不要命 法国是要命不要速度 那能功能防御跑路快的战车有吗 有 这就是被称为陆地巡洋舰的装甲列车 它集合了火炮的威力 坦克的防护 火车的机动力 以日本1933年研制的 940装甲列车为例 它时速60公里 外层装甲后10毫米 一共8节车厢 最前端是警戒车厢 左右两边均装备了920重机枪 前方有个大型探照灯 用于夜间形式 中间三节车厢装备了 105毫米和75毫米口径的火炮 射速能达到1分钟20发 换上穿甲弹后 能远距离击積穿美军的西尔曼坦克 接着是装饰豪华的指挥车厢 提供蒸汽动力的碳水车厢 最后一节车厢主要为火车上的 照明电台电话等设备提供电力 这台看似完美的钢铁怪兽 又有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铁路一旦被破坏 便没了用武之地 虽然日本还试制了一些概念产品 比我们开头提到的无线遥控坦克 更先进的是 日军还准备在上面安装摄像头 自1925年美国诞生了第一台电视后 这项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1930年的柏林奥运会 摄像机的图像信号 经过电视塔的发射 实现了全球直播 虽然它体积庞大 但日本敏锐地察觉到 这项远式技术如果应用到 无线遥控坦克上 便能弥补视觉问题 实现更加精准的操控 其思路颇几分无人驾驶的味道 30年代的日本 还研制过一些非常科幻的特命武器 内部称之为怪力线 相比传统的炮火 它们主要通过声波和光线 去摧毁敌人的飞机战舰 向外战末期 美国的B-29轰炸机 能飞到上万米的高空 普通的防空武器根本打不着 于是日本拿出了 研制多年的怪力线武器 它可以发射出1000兆后的微波 通过聚焦能瞬间摧毁万米高空的B-29 但这种武器的发射功率高达100万瓦 每小时耗电1000度 只能搬到发电厂里面用 然等日军满环信心的布置好 战争已随着两颗原子弹的爆炸结束了 上述提到的诸多武器 虽为大规模生产 甚至是一些实验性质的概念产品 但国产程度均在80%以上 这足以反应二战 使日本的军工水平和科研能力有多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